生命旋律 开录者国际传播协会制作 留其主持 能力 在旅游事业越来越发达的今天 很多人都怀抱着仰慕之情 到欧洲去一览文化的风貌 跟历史的古迹 据说有一次 一位基督徒到西班牙去观光 他的目的是希望参观当地的一些大教堂 当他到了西班牙之后 有一位修道士来接待他 这位弟兄在修道士的引导之下 参观了几座非常庄严 又富丽堂皇的大教堂 每到一个教堂 那位修道士就把堂里的西式珍宝支给他看 那些东西不是金的 就是银的 再不然就是镶着珠宝的 许多的精美器皿 都有相当的历史典故 看完了那些教堂的文物之后 那位修道士得意洋洋地 对那位弟兄说 今天我们可以不必再像彼得那样说 金银我都没有那样的寒酸话了 那位弟兄听了之后 冷冷地回答他说 不错 不过我想你们大概也不能像彼得那样说 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 叫你起来行走 那一类满有树林能力的话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能力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窃窃盼望的 因为只要有能力 这就表示我们可以办得到某些事情 比方说 位高权重的人 他有发号施令的能力 荷包满满的人 他有随意购买的能力 健康敏捷的人 有自由行动的能力 那种种的权威虚荣所展现出来的能力 有的时候还真是挺叫人眼红的呢 但是在自由意志的抉择之下 侍奉马门的 就不可能享受神的灵同在的奇妙能力 所以当那位修大师以拥有金银为满足的时候 那位弟兄毫不客气地就指出了他的失落 因为拥有世界并不等于拥有了树林的权柄跟能力 从圣经的记载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 不论是士师或者是先知 在他们有任何作为之前 若不是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 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作为 举个很实际的例子来说吧 我们可以看看撒末尔记上第十章的内容 以色列的第一任君王扫罗被先知撒末尔高丽的时候 撒末尔对他说 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 你要变为新人 这兆头临到你 你就可以趁时而坐 因为神与你同在 可是很不幸的 扫罗有所作为之后 就张狂放肆 惹神厌烦 撒末尔记上第十六章 记载着说 先知撒末尔奉神差遣 另外高丽以色列的第二任君王大卫 我们来看看 撒末尔记上第十六章的十三节十四节 这段经文说 撒末尔就用脚里的膏油 膏了他 从这日起 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 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 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 从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 降到大卫身上之后 扫罗的没落 大卫的兴起 以及大卫在神眼前的蒙恩蒙福 我就不必多说了 不过我们人的毛病呢 就是既性小旺性大 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比别人行 只要有那么一点点的作为 就马上犯了跟扫罗一样 张狂的毛病 你看当初门徒们跟随耶稣 他们看见耶稣 可以医病赶鬼 又行了神迹 他们心里面一定要好希望 自己也能像耶稣一样 行出那么奇妙的大事情来 可是 当一个害颠颠病的小孩 被他的父亲带到门徒那儿 求医治的时候 门徒们却治不好他 于是孩子的父亲就求医于耶稣 耶稣斥责那鬼 鬼就出来了 孩子就痊愈了 门徒们就暗暗到耶稣跟前说 奇怪 为什么我们不能感受那个鬼呢 耶稣说 那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 你们若有信心 像一粒芥菜种 就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 后来耶稣又拆遣了七十个人 每两个成为一个小组 到各城各厢去传福音 那七十个人回来之后 高兴得不得了 他们说 主啊 因着你的名 鬼也服了我们 然而就在他们得意忘形的时候 主耶稣告诉他们说 我已经给了你们全柄 可以践踏蛇和蝎子 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 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 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 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 这一段记载我觉得很有回味的余地 不认识神的人 可以指着自个儿夸口说 我靠着自己的能力 白手起家 打下了事业的基础 创立了美好的前途 因为他不晓得 天地万物 靠神的能力得以备造 神的灵也运行其间 恩典骗及信的人和不信的人 然而对于基督徒来讲 我们虽然不能够完全明白 属灵的奥秘 但是我们知道一切的供应 包括我们的恩赐 能力跟生活所需 都是出于神的恩典 自己没有什么好夸口的 约翰福音第十六章 二十三节二十四节 记着主耶稣的话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若向父求什么 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 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 求什么 如今你们求必得着 将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由此看来 若是我们专心一意地释放神 顺从他的旨意而行 神的灵跟我们同在 他要借由我们显出自己的能力 所成就的事情 必然会超乎我们的想象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或许我们从来都没有认真地思考过 一个蒙神喜悦的基督徒 在属灵的能力方面 有多大的挑战跟发展 圣经上说 参孙因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 他就单凭赤手空拳 把一头雄壮的狮子给撕成了两半 后来他被菲利士人挖掉了双眼 带到众人面前被戏耍的时候 他沉痛地向神祈求 求神顾念赐给他最后一次的力量 神成全了他的心愿 他只是左右开弓抱住两根柱子 用力屈身 就把几千人聚集的房子给拉垮了 这多不可思议啊 可是看人家功夫表演真是兴奋 万一神说 你来吧 我也可以让你有这么大的本事 恐怕好多人都会赶紧溜着大吉呢 毕竟胜过挑战 是要付上相当代价的 可能也会很辛苦 假使能安安稳稳地做个基督徒 恐怕我们都会安于现况 做个小人物 那就好了嘛 有一次 格顿博士 曾经针对这一点 做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 他说许多大城市的商店出租的时候 都会在出租的广告上注明 如果包水电 月租是多少钱 不包水电 月租就便宜一点 如果愿意再多付一点额外的费用 乘租人就可以使用屋子后面 引擎提供的能源 格顿博士说 那倒是个好主意 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在加入之初 可以先问问他们 到底愿意成为哪一种信徒呢 是有能力的 还是没有能力的 如果他愿意成为没有能力的信徒 那就不妨告诉他 教会里面没有空位留给他们了 因为教会的成员里面 已经有太多没有能力的信徒 这个比喻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提醒 可不是吗 华丽的会堂 并不表示有神的灵统在 只有在其中敬拜的会众 谦心顺服 愿意领受神的旨意跟差遣时 神的灵才会运行其间 使人大有能力 当然教会也会复兴 最后让我们以 马太福音第28章 18节到20节的经文 互相勉励 在那段经文里面 主耶稣交代我们说 天上地下 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外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我心中欢乐 我要赞美她 我依靠她 就得帮助 O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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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听我荡告 听我的恳求 O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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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依靠她 就得帮助 我心中欢乐 我要珍费他 我心中欢乐 我要珍费他 我以后他就得帮助 哦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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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就听我祷告 听我的恳求 哦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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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依靠他就得帮助 我心中欢乐 我要珍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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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中欢乐 我要珍费他 我依靠他就得帮助 我心中欢乐 我要珍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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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中欢乐 我要珍费他 我心中吃 lust spraw者也罢得 如果说 др心中的 他便可以陪 form 我真是统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